大家好,又是我Carrie 今天分享一個懶人版很簡單的 香辣鹹魚炒米粉,很飽味 也很簡單,首先我們有米粉 有少許芽菜,有蔥,蒜 少許洋蔥,辣椒,有兩隻蛋 沒有炒米粉,當然有蛋 就是這樣,很簡單 現在還會有些香辣鹹魚醬 我之前有影片上了 如果沒有香辣鹹魚醬,就這樣炒也很好吃 有關份量已經寫在營光幕上 首先我們有些蔥,這是白頭蔥 我們將蔥頭和蔥頭分開 我們將蔥頭切出來 然後我們將蔥頭用刀壓爛 等下用來起鑊 蔥頭我們再切 用4cm長度的長度段就可以了 切短一點,但沒所謂差不多3-4cm 這樣 然後,四分之洋蔥我們將來切絲 沒有紫洋蔥,用來白洋蔥 有少許洋蔥起鑊會比較香 這些通常我們都會有的,因為洋蔥很耐用 放在冰箱裡 然後有些蒜頭 用刀壓一下 然後,我們將它切碎 切到少許粒粒,有少許粒就OK 不要切到像蒜蓉一樣 就是這樣 有少許粒狀,起碼可以咬一下 有少許粒粒,用來調味 不是很辣,不吃得到辣就可以不放 但有少許粒會比較香 然後,我們燒一鍋水 我們先煮米粉 放少許粒油 然後,把米粉放下去煮 這樣保持中火 然後,我們慢慢來 初流當然沒有那麼快 我們用筷子 我們等下養開它 先煮一會 因為很硬 然後我們可以養開它 慢慢地撈開它 其實還有其他方法 當然,例如你用滾水 用一鍋子放米粉進去 然後用滾水放進去 然後可以游去 這樣也會浸開 但效果沒有這個那麼好 這樣我們養開它 養散了它 基本上養散了之後就可以了 不用再煮了 不斷養 因為煮得太久會軟 軟了不要炒 不要吃 不斷養 不斷養 而用滾水分 不需蓋住 然後用搓把水分 然後我們打開它 用熱烈分散開 這樣它不會太軟 就不會太軟 接著我們可以放在碟上 養開它 你可以放少許油 這樣它就不會太容易黏住 其實和煮意粉都很像 因為如果你蓋住它 我覺得它會繼續煮 它就會過軟 現在這樣就剛剛好 我們可以放少許油 它就不會黏住 麻煩待會有可能有廣告 你可以欣賞美麗的廣告 一邊幫狗狗貓貓掃背 全飯很複雜 其實我走了 麻煩我們養開它的米粉 讓它散熱 放在一邊 放在一邊 接著不用洗鍋 我們用這鍋 中火起鍋燒熱 鍋有煙 我記得燒一下鍋邊 尤其在家裡的鍋比我大 更加要燒鍋邊 要不然我就說 如果你不燒鍋邊 只燒中間的時候 熱力會散開了 中間就不夠熱了 你很容易黏底 煎魚也好 什麼都好 我們燒完鍋了 有煙了 我們放油 我們先把洋蔥放進去 起鍋 炒香洋蔥 所以洋蔥你可以切幼少少 這樣會比較快 和香 然後我把剛剛的蔥頭放進去 剛剛的蔥頭放進去 剛剛的蔥頭 那些白色的蔥頭 辣椒、蒜蓉 這個時候都可以放進去 油煙可能大 你開大一點油煙機 接著我們先炒香料頭 先炒香料頭 然後炒香了 洋蔥軟軟軟的 我們將它撥在旁邊 留下空位 接著我們將兩隻蛋放進去 留下空位 這樣 省下工序 懶人組法 快點 這樣 接著我們撥開它 留心鍋燒得夠熱 是不會怎麼黏的 完全不會黏的 不會黏的 就是你燒得鍋夠熱 夠平均的時候 你就不用擔心它會黏鍋 我這個是鐵鍋來的 不是易結鍋 是生鐵鍋來的 一樣可以做到的 然後我們把我們剛剛的芽菜放進去 有芽菜好吃很多 這樣保持火 全程都是 我現在已經開到最大火了 那我最大火了 但是你們可能中火就軟了 那你們要看回自己家的爐頭 盡量大火 因為這樣炒芽菜不會出水的 因為這樣炒芽菜不會出水的 現在開始 很快 然後我們把剛才的米粉放進去 然後 如果你不想米粉那麼容易斷 你可以用筷子 用筷子這樣弄一下 這樣就可以了 很快就可以了 或者你可以把鍋 等下你會看到我會打七隻鍋 這樣弄它 你可以不需要像我那樣激烈的 我習慣了手勢 你不需要用筷子弄一下 不斷弄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把剩下的蔥火 放進去炒 炒米粉不會斷的 如果斷了米粉 你就不用看我弄得那麼辛苦 這裡我們搭回 任何一湯匙的 豉油 半湯匙的蠔油 放進去 豉油是生抽 看它有些味 等下我們還要放香辣鹹魚醬 你家裡有SO醬 你也可以放 沒什麼問題 不放也可以 不放也都好吃 已經 然後放一湯匙的香辣鹹魚醬 有它就會惹味很多 香很多 完全不同層次了 就吃得了 麻煩還未訂閱的請訂閱 訂閱是免費的 可以說是給我一個讚 分享給朋友 可以說是給我一個讚 分享給朋友 大部份 家裡都有 有一點鹹魚醬 當然更加好 好 今天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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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